好 来看这位夫妇呢 一次花30万出去旅行 这个钱很多 主要是因为呢 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 这是他们的蜜月旅行地点在台南 在9月份呢 30万参加了高级的 南法普罗旺斯蜜月团 11天浪漫旅游 本来是一生中最好的回忆 不过他们觉得一切都毁了 认为这11天当中呢 还得自己当翻译 吃简陋的中国菜 连最期待的这一餐 米其林的二星晚宴呢 发现竟然只有三道菜 汤还是冷的 17名团员回到台湾之后呢 抱怨连连连署要求偿 但是旅行社认为 这个餐费呢 他们没偷也没省 那么菜单呢 是由餐厅跟主厨来决定 他们没有责任 只愿意退每个人 3000块钱小费 目前协调破局 一个人一生一次的蜜月 那就这样就回了 蜜月旅行竟然完全变掉 新婚的林先生林太太 花30万元 参加高档的南法 普罗旺斯蜜月团 结果感觉确实太不值得 很粗 真的很粗啊 那以这种价位 不应该是粗这种餐食 非常的不值得 那就变得好像有点花钱 又很受气 夫妻两时在抱怨不完 拿出旅行时的照片 有18个团员 也有旅行社主打的餐点 但是团员都好失望 像这个米其林星期餐点 前菜汤是冷的 主菜牛肉吃起来硬邦邦 像猪肉 标榜米其林两颗心 却让团员觉得好粗糙 旅行社解释这都是150欧元 台币6000多元以上的餐点 但上网查询巴黎这家 米其林二星晚宴 团员吃到三道菜 但比照晚餐菜单至少四样菜 他们怀疑这根本不值得150欧 反而是中午的菜单 三道菜比较符合 价值120欧元 难道是用午餐的菜色 来当晚餐吗 米其林餐它的菜单 就要看厨师怎么提供的 它的精致度 它的等级绝对是符合 它的餐厅的等级 其中一晚原本预定在土鲁斯 吃米其林二星 结果临时改成中国菜 六菜一汤但菜色更夸张 盘子里的番茄炒蛋 还有味噌汤 比台湾还要简陋 而蒙蒂卡罗的地中海鲜味餐 其他团明明吃板直鸡 跟招牌橄榄油沙拉 他们却只有一串鸡肉串 连沙拉都没有 除了抱怨菜色差 还有导游不敬责 要团员充当翻译 通通要旅行社赔偿 对我们的行程走下来 不是很满意 那我们愿意做一些协调 旅行社坚持该给的都给了 完全按照原定行程 但新婚的团员们 花了大把钞票 因为行程高级又浪漫 却是拿30万换一肚子气 决定投诉消保官 一定要征回该有的权益 记者来馆张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